首先呢就是一個保溫杯 它是一個小熊的保溫杯 而且我會買它的原因就是因為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歡有吸管的水 這件子真的有個可愛的 而且它的材質是那種有質感的材質 這一樣你們一定會覺得很荒謬 這個箱子已經提前被我打理過了 我一個弱魚子到底是買了什麼樣的東西 哈囉大家好我是一樓 穿得很舒服這樣很居家 一年又過去了 2023年真的過得很快耶 我稱我的2023年為頭髮之亂 轉過各式各樣的頭髮 又燙又剪又飄 但是現在2024嘛 還會正常的黑長直 不知道大家在新的一年有沒有習慣為自己設立一個新的目標啊 就是你今年可能希望自己可以完成什麼樣的目標啊 或者是自己期許的一個高度 我之前都會寫在手機的備忘錄裡面就是 但是我不是寫一年的 我是寫我這個人生的目標 然後我就不管有沒有達成我都寫在上面 就是給自己一個警惕 但是有時候寫一寫就忘記了 因為這次是一年內的目標嘛 所以我打算呢買一些東西來提醒自己 有這樣的一個目標需要去完成 希望在今年也可以就是真的如自己所願 那大家可以猜猜看我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設立新目標絕對不是我買東西的藉口好嗎 我可是很認真的 首先呢就是一個保溫杯 它是一個小熊的保溫杯 而且我會買它的原因就是因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歡 有吸管的水 因為我很喜歡用吸的 我不是說我吸 也也不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聽說好像用吸的比較不會陰箱變形吧 這也是聽說 但我也個人習慣有差啦 那為什麼買了這瓶保溫杯 就是因為我一邊上課一邊工作 然後有時候就是太忙了 所以就很少喝水 可能會忽略一些身體健康方面的問題 也不能仗著自己年輕就是這樣 抽成自己的身體 也覺得我身體好像有時候會有快要蹭不住的時候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讓自己保持在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這樣才能拍更多的影片給大家 分享更多影片給你們看 而且這個水無可以這樣坐著 擺在那邊就很可愛 帶去學校也很可愛的感覺 重點是呢 它還有附貼紙 你可以自己貼在它的皮身上面 我喜歡這種可以貼貼紙貼到處都是的東西 它還有附一個小小的背帶 講真的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我好像前一天訂 前一天晚上訂東西 隔一天中午就來了耶 有夠快的 現在網購真的是滿發達的 這是一本日記本 而且呢它又有一個重點了 它日記本寫得好可愛喔 它這邊有圖案是因為呢 這本日記本有附貼紙 在這裡很大一張貼紙 就是你可以在寫日記的時候 加一些可愛的貼紙 想當然這個日記本 就不是要拿來工作 不是要拿來寫功課的嘛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買這個 它這樣把這個拆掉以後變得好單調喔 為什麼會想要買日記本 是因為新的一年嘛 其實很久之前呢 我有寫日記的一個習慣 那因為跟某一人男朋友分手以後 就是怕之後再打開日記會觸景傷心 可能那時候真的是太傷心了 所以就斷了這個寫日記的習慣 那其實現在回想起來還蠻可惜的 因為之前的日記真的記得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啊 還有我當下的心情跟當下的想法 那也記錄了我發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啊 或者是很難過的事情 那時候會有很多對未來的憧憬 那如果我有持續寫日記的習慣 我也可以回過頭來看我之前的日記 現在的我有沒有讓之前的自己失望 所以我覺得寫日記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不僅僅是給自己有回憶的機會 也讓那些回憶沒有消失 這貼紙真的有夠可愛的 而且它的材質是那種有質感的材質 接下來第三樣 這一樣你們一定會覺得很荒謬 這個箱子已經提前被我爸理過了 好重喔 好痛喔 我一個弱女子到底是買了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開玩這一箱我查克拉能量不用嗎 泡棉 因為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像泡棉一樣保護大家 開玩笑的 怎麼拿 你為什麼有 自己新年的目標還這樣折騰自己 噔噔噔噔噔噔 沒錯就是一組麻將 有沒有很跳痛 你們是不是大傻眼 不瞞大家說我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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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非常喜歡打麻將的一個人 超級超級喜歡的那種 然後呢 好痛 其實我自己本身就有一組麻將了 然後那個那一組麻將呢是粉紅色的 然後我想說因為也快要過年了嘛 買了一個喜氣洋洋的紅色 然後過年的時候可以跟家人啊朋友打打麻將 但還是要跟大家提醒說 小肚移情啦 不要玩的太過火 這就是一個聯絡感情的遊戲 那因為現在上大學嘛 大家朋友也不是說那麼多共同的興趣 那唯一不會錯的呢就是打麻將 大學生就是要怎麼樣 打麻將 我們只能用麻將來聯繫感情了 所以呢買了這一組麻將 就很荒謬嗎 你們要傻眼嗎 真的是喜氣洋洋的紅色 而且我超喜歡這種牌食是閃亮亮的 好像毒神裡面會出現的東西 這組有在中我手好酸 有點開心怎麼辦 比前面兩個打開還要開心 開箱都把家裡太亂七八糟 以上呢就是我自己在2024年的目標 有健康有生活也玩樂 就是希望自己新的一年可以更開心 莫著自己更想要的生活 也希望觀眾朋友們可以在新的一年 過上自己更喜歡的日子 然後也過著圓圓幸福快樂身體健康 你也想設定你的目標小物嗎 現在網路這麼發達 不用出門就可以買到很多東西 而且現在可以去超人的 真的想要出去逛街啊 所以呢我發現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Shopbag 它是一個現金回饋的平台 那因為新的一年嘛 你還是要控制好自己的開銷 你的支出跟收入 所以現金回饋是超級的 是重要的 它使用的方式跟我平常常用的外送平台差不多 所以我超會用 因為我超會教外送 不過在付款結束 然後等拿到東西之後呢 只需要等待官方確認有沒有 退款貨或是取消之類的事情 就可以拿到一個消費的現金回饋 買東西還有錢拿 你看是真的有回饋 沒有在跟你們開玩笑 你看我賣了三樣嘛 然後三樣都有回饋 然後它在處理中 這之後2月5號會入賬 重點是Shopbag的商家超級多 你想得到的東西應該都點得到 你想得到的東西幾乎都在裡面 或者是化妝品啊 衣服啊 還是像我說的髮醬 保溫杯 日常用品幾乎都買得到 甚至如果你只是你平常想要做飯 然後你要買菜 你沒有時間去買菜 你也是在手機上面這樣點一點 這邊全部都買得到 真的超級方便 你買菜還有現金回饋 是不神奇的魔法 那今天影片就是這樣子啦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你可以追蹤我的IG喔 到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 эк